欧洲罗马的差点河水会提 而在美国的东北部则是饱受冰封暴的侵袭 包括纽约还有新英格兰地区总共125万户的住宅跟企业大停电 至少一个人不幸离难 有三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三个州呢就包括了免英州 新韩布夏州跟马萨朱塞州 那么现在马萨朱塞州呢有50万户大停电 必须要出动国民警卫队来清理道路 而免英州呢已经宣布政府机关全部停止上班 至于在纽约也有25万户停电 必须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宫殿 那么红十四会已经在好几个高中设置了紧急避难所 就是让遭逢无偿的灾民能够暂时安顿身心